好 我們要來進行到第二場呢 呃 Kiwi Kakki 對上 cats 的比賽了 那兩邊呢 一樣都是從這個 Roots Gaming 的 中隊 戰隊呢 來的喔 那兩位都是非常非常紅的人 那 Kiwi Kakki 尤其是 他的聖母界呢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猛 那麼這張地圖我覺得Kiwikaki呢 他應該也是蠻喜歡的吧 因為他的空中單位也是用得相當的好 像是這個鳳凰還有 鳳凰還有虛空 那但是呢 這張地圖呢Cas也是很容易開出分框 那很容易呢在這個營運上面呢 做出優勢的 我們就要來看看這是什麼 bl add fun 然後他就fu bl是什麼 bad luck bad luck是不是 好 good luck and fun 是這個gl 然後hf 那bad luck就是bl 所以呢這個Kiwikaki就 這個Cas就fu 好 fu是什麼就不用我解釋了吧 哇Cas在這邊呢 只有7隻工兵要來 要來衝了要來衝了 這個大招了大招了 好然後這個 Kiwikaki這個時候來做探查 哦 發現了狗池 好那完蛋了 這個時候呢 Kiwikaki會很需要趕快呢 把這個門口補起來 好 這個樹狗 六隻已經蓋好了 各位遊戲時間才兩分鐘 好另外一個野鍊場 然後這邊呢應該是準備要下一個BF 呃這個BG 需要呢需要 好這邊是先下了水晶塔 啊下了水晶塔啊 哇不行喔居然下水晶塔 哇悲劇了 好這個 呃看有沒有再下另外一個的 呃 喔好水晶塔下下來 完全賭門 然後呢一個BC 快快快快 欸它是它出第二隻的 第二隻啦第二隻的狂暗事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這個血條狀況了 不能讓小狗進去 小狗進去呢就是一個悲劇 哇這個 呃Kiwikaki在這邊控的也還是相當的不錯 哇哦 兩隻小狗 哇它控的相當的好 然後這邊呢光炮正在蓋 光炮好了呢 蟲竹就悲劇了 好光炮也取消了 光炮也取消了 好 蟲竹呢在 7點鐘蓋下了分框 前面剩下最後一隻小狗 然後呢Kiwikaki改下呢 呃機械控制核心 好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個蟲竹的小狗是繼續的在做圍繞 然後 呃 Root Cates的家裡呢 是有 也是有幼蟲正在生 這邊又生了另外六隻小狗 哇難道等一下 這個到現在還不是很確定誰會贏喔 那這個 黃金分框呢蓋起來就絕對是有優勢的 好 非常非常多的 喔 全家的大小一波流了 Kiwikaki有沒有看到 Kiwikaki沒有看到 哇他這隻弓兵太悲劇了 這隻弓兵要是放在這裡的話呢 他家裡一定會有辦法有所準備 那 欸等一下等一下 原來我看錯了 好這邊不是要一波流 這邊是所有的兵呢 要送來黃金分框做挖礦的動作 嗯 這個打法我之前也有做過一次 那我開分框 然後呢 去黃金分框 來 來做 來做這個挖礦 好 然後現在這邊呢 這隻弓兵應該是有辦法去黃金分框 因為這個 Kiwikaki一定覺得很奇怪 到現在還沒有分框喔 所以呢 要來黃金分框看了 喔 發現了 然後呢還發現這麼多的弓兵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重組開始有優勢就是呢 爆小狗了 看看 看這個重組怎麼要爆小狗 因為他現在的這個收入呢 絕對是 非常非常的猛 我們看一下收入 收入呢 呃 Kiwikaki也沒有輸太多 那但是呢 他的弓兵數量當然是多很多 好 要出虛空了 天啊 虛空就是克星 好 這虛空出來就不用玩了喔 好 毒爆蟲草 他完全忘記虛空這回事了 完全沒有 也 也這邊只有三隻在挖瓦斯 好 六隻小狗 想要一波呢 帶走Kiwikaki 可是呢 很難喔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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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完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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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邊有兩隻鳳凰 然後一隻虛空 虛空紅血 哇 GG! KiwiKaki呢 最後呢 被毒暴蟲呢 呃 一舉攻破 OK 那麼 呃 這個CAS在這邊獲得了 第二場的勝利 唉呦 這個也是打法蠻精彩的 這個從 一開始的6滴 我不知道是6滴還是7滴啦 轉型呢 成這個挖黃金礦 然後呢 來爆這個毒暴蟲 這個執行的還算相當的成功 我原本想說這個虛空會把蟲子帶走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貝拉 我們就下一場見